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苗栗一名任职于院里正离综合医院的增性护理师,在开车上班的途中发生车祸,造成肝脏受损及颅内出血伤势严重,历经自家医疗团队十来天的抢救,目前恢复情况良好,参与这户同仁眼中犯累的说,终于把他救回来了。 根据苹果报道,本月15日上午,增性护理师在下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时,失控状上安全导命在淡气,增性护理师先是被送往通宵光田医院做紧急处置,李综合医院同仁得知消息立刻联络自家医院,将增性护理师转入急诊。 李综合医院在第一时间就启动重大伤害医疗团队,会同神经外科,一般外科,肝胆肠胃科以及急诊专科等医师协力合作抢救增性护理师。 负责为增性护理师做开颅手术的神经外科未明症医师表示,增性护理师送到急诊时,意识不清,脑内出血严重,且他伤势和并有右侧肝脏作伤。 索性在医疗团队的努力下,终于将自家的护理师从鬼门关前拉回,目前恢复情况不错,也已拔除呼吸管,但因车祸缩导致肢体协调及眼球对焦的失衡问题仍需复健。 得知增性护理师伤重,院内同仁纷纷表达悲伤并为增性护理师及气,索性恢复情况良好。 卫明症医师表示,如果这几天复健情况不错,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,救护同仁眼泛泪光的,说终于把他救回来了。